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李乐彦 欢迎收看时间密码 今天是礼拜四 今天跌的比较少 前两天大跌 今天剩下小跌9点而已 因为台北股市领先下跌两天了嘛 对不对 我们比别人早下跌 所以相对的 昨天美国股市又继续跌 我们今天都开始手稳了 礼拜二跌77点 昨天礼拜三又跌294点 昨天外市终于卖出来了 卖超228亿 228亿是这两个月来 从11月初到现在 单日卖最多的一天 问题是 11个到12个 两个月买了4188亿啊 那你把昨天卖的扣掉 两个月下来还是买了3900多亿啊 对不对 万事买了那么多的股票 他不可能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嘛 所以大跌之后短线上一定会有反弹出现 所以你不要把股票砍太低 尤其是底部的股票 不要去乱砍 涨高的卖就卖了 底部的股票不要去乱砍 那今天出现了止跌回文 昨天美国股市又跌 昨天礼拜三 美国又跌284点 美国也是跌第二天了 礼拜二 道琼创新高之后 费成报道题大跌3.6% 原因我昨天告诉你嘛 对不对 那昨天又跌一天 因为昨天联总会公布了 上一次的会议记录 在会议记录里面 竟然谈到可能会在升息 让市场突然吓到 不是说升息已经结束了 要开始降息了 所以市场开始会声会影 三月降息六月降息 可能会降三次 可能会降六次 大家在猜 我就跟大家讲过嘛 官员绝对不会让你了解 他真正实际上的动作是什么 所以他一定要污贼战术 当大家一直希望 能够早一点降息 降息的次数越多越好 他竟然就抛出一个 可能会在升息哦 这个就是污贼战术 因为这个讯息抛出来之后 造成昨日美国股市的下跌 当然这是一个原因 可是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美国股市涨太高了嘛 已经创了历史新高了 当行情涨高之后 任何风吹草动 就会引发市场获利了结的卖压嘛 你看道琼 涨这么多 尤其创了历史新高 你任何一个风吹草动 人家想要获利了结 都会照出来嘛 所以涨高才是真正美国股市 连续两天下跌的主因 那这里面跌最重的 还是费城半导体 连续两天 3.6%再加上2% 两天跌掉5% 5.6% 因为费城半导体这一次 涨最多 三个礼拜的时间 涨了16.2% 相当于台北股市2798点 我们没去那么多啊 对不对 我们才涨700点而已 费城半导体涨了相当于台北股市2700点 相当于是我们的快四倍涨幅啊 其实费城半导体走势 我一直给大家看过嘛 最规律的走势 13天14天13天14天15天13天 每个波段就在走13到15天的循环嘛 所以这一次涨上去的时候 你有没有去注意它涨到第几天 我昨天我们节目里面数过了嘛 对不对 又正好到第15天到下来 所以当涨到第15天快结束的时候 你就要有心理准备了嘛 行情一定是涨休息 涨休息 涨休息 就像海浪一样嘛 一浪 一浪 又一浪嘛 不可能说一直涨都不停的嘛 又不是太空缩 直接飞到外太空去 不可能的事情嘛 所以你要掌握这个每个波段的节奏 我都算给你看啊 我都事先算给你看啊 应该不难啊 那台北股市跟费城半导体 走势是最接近的嘛 两个图形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嘛 时间周期也都是一样的啊 台北股市这一年来 也都是13天15天13天13天13天 所以当时10月底的时候 很多人看M头 我说不对 两日内反转 讲完之后一路涨 那一样啊 13天15天13天 上来第15天到回档 这个行情其实是很清楚的 这行情其实很清楚耶 只怕你看不懂而已嘛 那你每天看我节目 我都把时间周期 事先算给你看啊 对不对 我时间周期就事先算给你看啊 所以行情其实不难 看懂看不懂而已 看得懂你就会做 看不懂 你就像虾子摸像一样 欧买堆欧买堆 该买不敢买 不该买的拼命追 所以大盘节奏很重要 行情你要看得懂 我上礼拜就做什么 我上礼拜做什么 大家在抢股票的时候 我一直在买股票 我一直在买股票 下四名没股票 都给你们看过啦 上礼拜中华车 一一九卖出 蓝天三十八卖出 宝辰也卖出 礼拜三 宏基五十四大涨卖出 联电五十三卖出 金鼎两百零四卖出 礼拜五 技嘉两百七一样卖出 我上礼拜一直在买股票 你看啊 你们都看在眼里的啊 对不对 长隆一样啊卖出 对 微软一百四卖出 我一直在买股票 你看啊 你应该知道我的意思啦 是不是 我跟大家讲过 带进我会带出 任何股票带你进我会带你出 不要怕卖股票 不要怕卖股票 股票贪是你没得到 钱收回来 我们又买底部的股票来买就好了嘛 我们再找底部的股票买就好了嘛 对不对 行情在轮动过程中 随时都会有轮动的顺序 随时都会有补涨的股票 买股票没得到 钱收回来 我们又买底部的 这样利润才会一直累积下去嘛 是不是 我昨天特别跟大家谈这个东西 这个全市场只有我知道而已 因为只有我在研究而已 没有人在研究这个东西 因为我在专门研究时间周期的 选举行情有部曲 我等三个月前我就跟你预告了 三个月前我就跟你讲了 选前三个月 行情会开始走哦 有很多会涨50%的股票哦 记得吗 你看这三个月来 这三个月来大盘走了 2000点 有没有很多涨50%的股票 非常多啊对不对 不用我举例嘛 你们自己都知道嘛 我是在三个月前我就预告啊 会有很多50%的股票 你会掌握到一档 有没有 如果有的话 其实不止啊 行情有那么多的机会 你应该是要赚大钱的 林和彦还事先跟你预告 所以赚大钱赚50%是应该的 那如果没有的话 你才减肚啊 给你那么多的机会 节目里面我也讲了很多股票了 你如果还没赚到的话 不要加油了 那现在开始进入 选前八到十天了 什么意思 我在十二月初我就录了嘛 十二月初的时候我就录了嘛 选前一个月的教学影片 我叫你赶快来看 赶快上网去看 看完之后你就知道 我在说什么东西嘛 那你不看我就没办法了 我等一二月初我就把 到选前一个月的行情 我都已经画出来了 在教学影片里面 我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到现在百分之百 到现在百分之百 选前八到十天什么意思 全套的时间密码课程里面第五章 选举行情五部曲 选举行情五部曲 选前八到十天 什么意思 八到十天什么意思 选前一个月如果先涨 到了八到十天就会蹲下来 后面还有卸票行情 你看哦 这次从一万五千九百七十五开始涨 进入选前一个月 十二月十三号 是不是往上走 到了一月二号 选前第九天是不是掉下来了 选前一个月先涨 涨到八到十天 就会拉回 有没有 选前一个月先涨 涨到八到十天是不是掉下来了 这本我这本教材 二十年前就写好了 这二十年来所有选举的步调 都跟这个节奏百分之百 所以事先都已经录在影音教学里面 你不来看 你不来看我就没办法 对不对 你来看整个行情这段期间所走的 其实都完全在我的预期中 都完全在我的预期中 那现在行情掉下来了 掉下来是好事啊 因为后面还有卸票行情嘛 掉下来之后 后边还有卸票行情嘛 之前这个是选前造势 后面还有一个卸票哦 后面还有一个卸票哦 所以你要利用 拉回修正的时候 赶快布局卸票行情 趁拉回布局的时候 赶快布局卸票行情 等到卸票行情开始走的时候 会有很多股票又涨30% 到时候又有很多股票涨30% 所以跌不是坏事 看懂行情才重要 当你看懂了 行情回好啊 下来买啊 对不对 买完之后 等到修正结束 开始走卸票行情 我们要开始大发力士了 要开始赚30% 50%了 所以接下来的布局动作 要注意哦 要注意哦 当然啊 器官的股票同样不可以堆 一样继续找底部的股票布局 你找不到 找零和宴啊 找零和宴最简单 我直接带着你做 最简单 台积电 今天涨了两块钱 正常的啦 外资买这么多 两个月买了27万5000张 相当于压了1550亿 外资重兵压在台积电 大盘修正台积电会修正 可是外资跑不掉嘛 所以台积电会担当起来 担当起来就会走 台积电515都开始讲了 我515块钱就会翻转了 515块钱就会翻转了 515块钱就会翻转了 那现在开下来之后 弹上来先走一下 等压回低再买 连电 我44块就开始讲了 你们都知道 上个礼拜 五三块钱卖 你看我在这里卖的 我这天没的 这天外资还大买喔 外资大买9万4千张喔 外资买正好啊 倒给外资啊 我在买的时候外资在卖 等到外资大买 我就倒给外资 我没有在信外资啦 我只相信我自己的分析 我只相信我自己的分析 你看我金顶 204万 当时买 都是底部买的啊 都是底部买的 这样贪大钱买 当当股票都是底部买的 你看红基 我上个礼拜 54.2卖出 当时买的 36、35块钱 好不好 上个礼拜 市场都在喊什么 AIPC、AIPC 我在买的时候 都没人说AIPC 大戏后 大家都说AIPC 好啊 你们要我就卖给你啊 对啊 你们要我就卖给你啊 我买的时候 放下了 所以不要随着报纸起舞 要有自己的看法 我在卖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讲过啦 新台币升值 毛山道士的股票要小心 你随便会被人吃掉 红基就是毛山道士的 毛山道士还有哪些股票 对 人宝 毛山道士的 什么摆下来啊 音乐达也是毛山道士的 尾 尾创也是毛山道士的 尾创也是毛山道士的 尾创又买起来 我都在拿刀啦 林和彦节目跟别人不一样 别人都在跟着报纸走 林和彦是事前就看到底部买进 你事后看到在追高 买贪啦 电路比较危险在 我永远都是领先市场的 你们知道嘛 对 蓝皮股微软 在这边 我们是底部买啊 124买进 刚刚那时候也会卖嘛 对 你不卖 你有站在买买 想起来啊 中华汽车119卖出 当时买的 还是都是底部买的啊 都底部买的啊 你不会卖是不是又下来了 账是不是又40%了 对 蓝天也是底部买的啊 带进会带出 虽然卖的比较早一点 也有20%在的啊 会买底部 你要赚个30% 50% 就很容易达成嘛 铃铁铁铛党党股票 都是从底部开始买 我不会带会员去追高 而且任何动作你们都知道啊 技家300几块就叫你不好买 拌到23块算到买 300块钱全市场大家都在喊技家 好像笑的 所以我连那些说不好不好 不要再购买了 会都要购买 就跌到213 很没人敢说 笑死人了 300多敢买200不敢买 不是笑死人了 你们不敢买我来买啊 220买 第一次246卖 是不是26块 卖完之后下来230再买 上来270又卖 是不是40块 两趟就66块钱了 200去卖出之后下来 250又买回来啦 对不对 250买回来 上个礼拜五 200去又卖出啦 250买200去卖是不是20块钱 第一趟赚26 第二趟赚40 第三趟赚20 三趟赚起来 816块 220块钱的股票 赚86块钱是多少 40%啊 我一趟技嘉这样来回做 来回做来回做来回做 三趟就40%了啦 你们都看在眼里的啊 我每个动作出来都给你看的啊 对不对 每个动作出来都给你看的啊 那今天技嘉 246 246 我们上星期270卖出一半 礼拜二全部出清 礼拜二全部转弱了全部出清 今天剩下246 今天剩下246 你如果买买买 马上扫掉24块钱 一张2万是10张24万 所以不要舍不得 该卖就要卖 我还有底部的股票嘛 我们还有第二部的股票嘛 你看是不是上来了 这两天在大跌它继续涨 我们185元的 现在已经195元了 像是10块钱啊 这支也是啊 赚一个股本 本费到5倍而已 净值80 现在股价60几 现在又开始惊啊 这支也是啊 七个月底部 连续两年获利创历史新高 我花那么多的时间 找到这么好的机会 你就跟我做就对了嘛 林轮宴只买底部的股票 我不会让你追高 而且带你进也会带你出 接下来要积极布局 卸票行情 霸动之后 又有很多会涨30%的个股 你要掌握住 让林轮宴帮你 我们一起来合作 王众服电话 这段很高 小周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现场 今天最后跌9点 两天大跌后 今天短线止跌 日本是跌175点 日本今天是 从跌500多点 开低一路回头的 表现上还是相对很强 我刚跟大家谈过 开始进入选前8到10天 会有一波修正 可是这个修正 是为了酝酿 后面的卸票行情 所以压回不是坏事 压回是给你再次的机会 迎接30% 50%的利润 所以你要趁压回的时候 赶快找底部的股票布局 后面还有卸票行情 让你探30%的机会 是要好好掌握 要好好掌握 不要再去抵冠了 我们找底部的股票 像这个有没有 7个月底部 连续两年获利创历史新高 这也是啊 获利一个股本 本比才5倍 禁止81 股价才六十几块钱而已 跟这个 整整跌了一年 五个月的底部 获利创历史新高 我专门找这种股票 专门找这种股票 让会员布局卡位 你可以放心的投资 等到行情一发动之后 开心的获利 我们到底要合作 那其实行情 刚刚讲到 目前在修正坡 修正坡你要做空也可以啊 对不对 目前行情在修正阶段 你可以用空单来保护多单嘛 多买底部的股票 空找高档基差股 两边都可以做嘛 这段时间是最好做的 做多也可以 做空也可以 就看你会不会做而已 我今天空了五支股票 想不到齁 我的会员都知道 给大家看 我今天第一档空这个 前三季亏损 股价涨到九十几块钱 这有太二破了嘛 死亡交叉出来 这支有些都扛 我扛第二支这支 前三季赚不到一毛钱 前面这一波已经大套牢了 这次弹上来又没量 又死亡交叉 这支有些都扛啊 我今天会空这一档 这支也是啊 前三季才赚五毛钱而已 会贪五百斤 股价近年三百几块 太含了嘛 死亡交叉出现了 高档也爆量了 像这种股票的支有些都可以扛在 这支也是啊 前三季大赔两块钱 股价两百多块 太二破了啦 你看这种高档GX股 有没有都扛下来的 这支也是啊 前面大量套牢 这次弹上来没量 没有量你要起这个套牢 洗不开嘛 死亡交叉也出现了 这扭起来都一档 都会补叠 都会补叠 所以你现在要做 其实很好做 空高档的GX股 买底部的GEO股 用空单保护多单 然后慢慢布局 慢慢布局 后面的卸票行情 链的宴是多空双向都可以做的 这两天市场上最强的话题 当然还是在 韩国的部分 对不对 可是消息很乱啊 要买你走就该买了 要买一早就该买了 你看我长龙一百一就开始买长龙了 你们还没买的时候 你们都不要 所以我就开始买了 那等涨高之后逢高卖 卖了之后再涨我就不追啦 反而这个地方 航空股接到转单 获利创新高整理结束 外资开始在大买长龙行 向中底部股反而相对是比较安全 目标已经喊到38块钱去了 跟我一起坐吧 代理布局卸票行情 我们再来迎接30%的利润 王总统付电话 最后祝您操作顺利 并自负投资风险